也不过在讲VPA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样开发人员一定要再打开 打开的方法记得 箭头里面的其他命令 记得这个制定功能区这个一定要打勾 然后不是录制聚齐 请你移到录制聚齐的最左边 会切到一个Visual Basic 那首先的话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Visual Basic这个环境我建议 一请你建议是先把它缩小一点点 缩小之后把它放在中间 为什么 因为我的习惯是一边看着我要做什么 去撰写我后面的程式 所以我的习惯会让它浮动在Visual的上方 这第一个 OK 第二个的话你这边是可以把它关闭的 这边也可以关 不建议这边就不要关 之前有同学不小心把这边关了 这边是可以关 那这边如果不小心关的话 就变一片的灰色 OK就黑黑 那当然特别注意 如果你关掉的话 记得你下一次再打开 它还是不会恢复 那怎么办呢 记得你要把它叫回来的话 请记得在检视里面找到哪一个呢 记得专案总管 所以以后如果你不小心把它们通通关的话 这一个区块它叫做专案总管 下面那个区块叫属性视窗 下面这个区块就是属性视窗 OK 那你想说那这一块呢 这一块你可以从专案总管去叫就好 所以第一个我示范一下 如果你通关那没关系 检视专案总管 那属性视窗暂时用不到 不用开没关系 但如果你要把它打开也可以 这个其实关掉没关系 它会跌上去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这样就OK了 它基本上我们将来写程式 一定都会写在哪里呢 记得写在模组里面 包含聚集录制也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想要开启上个礼拜的 如果你要录制聚集 你这边才有 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录制 没有存档 那就没有OK 那我们怎么办呢 点两下打开来 就会看到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的话没关系 在这边点两下 它就开起来了 OK 大家环境稍微做个介绍 接下来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字太小 所以字太小 要怎么把它放大 OK 字放大的方法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是工具选项 也许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不过建议 以后把那个撰写风 工具选项的撰写风格 123 把它改成大概至少12 OK 如果你要更大的话 当然也可以 大概12 我觉得至少是最低标 OK 然后呢 字看起来会比较OK一点 否则的话 原来9号字我觉得是太小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就是环境稍微介绍一下 如果你不想关掉 没有 你就从这边去把它呼叫 那或者是说这边有显示 你还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一个快速键 这边有个快速键 Auto加F11 他也可以Auto加F11 这样也可以也可以跳出来 OK 所以如果将来你不要按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用Auto加F11 也可以把这个呼叫起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环境介绍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撰写程式 不是用录制的 这上个礼拜的录制 OK 然后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复制一个 那我刚demo就这个 清除 那这个是输出公式到这边 那这个是输出结果到这边 另外有一个方选 就是手机函数 这个方选 那这四个东西呢 如何撰写的 我们待会逐一逐一来完成 首先我先把这先把这删掉 把它重新恢复到 跟各位环境是一样 假设这一个 然后里面的程式写在这里 我也一样把它移除 假设因为跟各位一样 就是一样的环境 所以上回到上礼拜的部分 那第一步的话呢 该怎么做 一 请你先把上个礼拜这个综合练习 如果又复制 你把它复制在一个坎硕键按住 加拖拉 这样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接下来呢 把Visual Base打开 那可是问题哦 那个VBA的程式该写在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以后如果你要写VBA程式 请各位记得 把它写在模组里面 那怎么样写在模组 一 请你在专按这边哦 OK 或者模组上方也可以的 按右键 其实你在这边按右键也可以的哦 反正只要按右键在这个区域里面 按右键 选择插入什么呢 模组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以后啊 我是建议啊 当然还有别的东西啊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不用记那么多 你只要要开始写VBA的话 的第一步哦 也就是记得 右键 插入 模组就对了 那其他的话呢 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OK 包含底下怎么还有什么 物件 类别模组 先不用管他 反正你就记 你需要知道的 其他暂时略过没有关系 OK 我来试一下哦 那你会发现的按右键呢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的话 他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哎 这边的话就有一个模组了 那也就是我可以在这里面写我要的程式哦 那另外的话呢 他的右边是空白的 那我就可以开始写哦 那可是我要怎么开始去撰写那个我要的程式呢 那因为我希望呢写一个按钮 哎 按钮名称哦 刚刚刚看到的就是要门号底线公式 哎 那可是问题 目击 那这将来可以改名称哦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要怎么去写那个 就是这个门号底线公式 请记得哦 如果将来哦 你要写按钮 我建议你对应到的那个名称 开头一定是sub 反正按钮一定是sub 空一格 接下来的话 你就把那个按钮上面会要需要的名称哦 把它打在sub空白的后面 比如说我那个名称要叫做门号底线公式 所以你就打一个门号 底线 加一个就是要输出公式 所以就把公式 直接打在后面 那打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直接按什么按enter就好 打完哦 enter 那你会发现哦 你按enter的话他会自动帮你加小瓜 自动帮你加end sub 有没有 这个是会自己加的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全部打完 也可以啊 只是我觉得他 蛮人性化的 那神打很多字啦 OK 那至于这个说什么呢 基本上哦 有sub 开头一定要有end sub 结尾 表示说这个 中间就是我要撰写的程式了 那我要撰写什么程式呢 哎 基本上哦 我按个再来按tape tape是在这里面写程式 我是建议啦 你按tape 当然你不按也没关系啦 只是说我觉得 这个结构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希望写什么呢 再来的话 我希望写的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哎 什么公式 就这个公式 放到这里面来 OK 然后将来最好什么 可以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帮我放完 那是最好的 那这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也许先 试一下吧 先第一个哦 一了解这个visual base的环境 也许你可以关 关关 那再把它检视里面把它打开 二的话呢 记得哦 模组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名称记得你就打 打到这里就好 Enter就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哦